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 那我們今天繼續玩一下我們Pokemon Master 寶可夢大師喔 那最近基本上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有一隻新的寵兒 也就是我們的菊草葉 那基本上不知道大家抽到了沒有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囉 那最近基本上私底下打完介紹完活動之後呢 我們有去刷了一下活動關卡的東西啦 所以這邊的話 應該還滿多東西可以領的喔 然後鑽石樹的話目前是到了一個那個.. 我看一下是400鑽啦 所以我們今天一開頭就可以再抽一下我們的一抽了 反正每日一抽好不好 精神又開心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能不能順利抽到我們的菊草葉 那荔枝跟我們的青綠這邊都還是在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挑一個自己喜歡的卡 再來抽一下囉 再來抽一下吧 每日一抽 怎麽可能中嘛 對不對 不用想了 來吧 拉下去 如果有閃電的話就是五星 沒有閃電的話就呵呵 呵呵 什麽東西都沒有 喔 喔 那來看一下 基本上其實我覺得這款遊戲啦 就是就算沒有抽到五星 其實有一些寶可夢的屬性還是還滿好用的 因為 像我們昨天打我們活動關卡的話 就是用我們蠅蠅蛇嗎 那其實還算不錯喔 好 是我們這隻 然後我已經把它 保五了 所以基本上已經 就是變成我們的成長券囉 所以就沒有什麽大大事情囉 好 那我們昨天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草鼠的活動啦 那目前來說的話呢 來看一下 應該是沒有多出什麽新東西喔 劇情方面的話也沒有 所以的話呢 今天應該就是來挑戰一下我們的1X了 在我們多對模式這邊就會有1X關卡啦 那最新開的關卡就是我們1X的阿遜喔 那目前來說我們應該就先從我們最下面這個封路開始挑戰 那1X關卡感覺應該是還滿難的 這邊HARD哲平已經先挑戰過了 那一樣就先打給大家看啦 因為我們也沒有讓大家看到HARD裡面是長什麼樣子喔 基本上這個的話是需求我們岩石屬性的角色的 那我們基本上就用我們最強的隊伍去打一下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畢竟他這個是基本的HARD關卡 那岩石屬性的話目前來說好像 五星角色的話好像就是狼人是不是 狼人好像是我們岩石屬性 那其他的話一開始有送我們大岩蛇之類的 但是也沒有在練啦 所以岩石屬性的角色算是哲平比較弱的一些角色喔 那我們就先來跟隊友一起打一下 因為1X關卡是可以跟其他一起組隊的 所以你還是可以靠別人喔 嘿嘿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裡面的一些組合配置喔 那這邊的話呢 除了我們中間的那個 呃... 公路這邊的角色是我們的岩石屬屬之外呢 其他的都是我們的那個... 那是什麼啊 應該是... 那個我出去再看一下好了 我不知道那個是什麼屬性 忘記了喔 那我們一開始就先開了我們的百問盾重機 但是感覺是沒有那麼的有效 所以我們就先疊一下我們的那個力量強化喔 所以1X關卡的話普遍來說應該就會變得更難一點點了 因為...他這邊的話因為1X算是... 呃...這個算是Hard的等級喔 就已經這麼難了 所以接下來要打的VeryHard應該是更難一點點 那...VeryHard的話應該就是最難的關卡了啦 所以這個1X關卡感覺應該是只有兩關的感覺喔 喔 感覺有點強 這邊感覺如果不針對我們的旁邊的角色先打一下 應該會蠻施力的 而且是不是應該真的要... 帶一些那個... 岩石...岩石傷害屬性的角色上來會比較好 可是我這邊都沒有練 哇 我們的... 小男的那個月石直接掰掉 可是他這邊還有... 嗚 他有殺寶老爹 啊 搞不好殺寶老爹很OK喔 好 這邊的話我們的那個黑魯家是... 87跟84 哇塞 這邊的話他們打的傷害有點低啊 然後他們打我們的傷害有點痛啊 然後這邊殺寶老爹直接開了一個那個流沙 這流沙應該是能夠保護我們的東西吧 來一個協力的百萬重鎮梯 我們的傷害算是還滿... 裡面算是還滿高的 至少是300多這樣子 但是我們應該要被打死了 哇 命中要害直接快死 欸 這兩隻的話感覺不清掉也是一個麻煩 但是中間封路那隻感覺要開我們那個拍組了 哇 這有點尷尬了喔 我的天 哇 這場的話 欸 這才是最低等級的而已欸 沒有那麼好打了欸 好 這邊318 然後我們應該準備要死了 對 我們死了 哇 完了 原本想要讓他先 擋一下拍組傷害結果他就直接死掉了 那這邊的話可能會有點小尷尬 哇 出來 大兵鳥出來就直接吃個拍組 鋒路的 拍組出現了 凹翔天祭司 神鳥蒙圈 哇 已經慘 這邊應該會被打死欸 哇 二二二 然後其他角色都死了 欸 我覺得這不行欸 這應該真的要帶 帶一些克屬的來打會比較好欸 狼人的話應該這邊的話應該是那個 應該是 那個岩石屬性欸 所以應該還好 這邊沙塵暴的話一直都在場上欸 所以這是 更改天氣是不是 哇 我的天 這好難喔 那我當初是怎麼打過的啊 我都不知道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狼人 是不是可以一起把那個對面的封路給打死 哇 不行 他直接被 哇 他直接被封路給打死 奇怪我們拿到封路的時候也沒有這麼強啊 我的天 太強了吧 這有點尷尬 而且我們右邊的角色已經死光了 這個 是一階的關卡欸 哇 這我當初到底是怎麼打的啊 這關感覺有點難 蛤 完了又是騰騰蛇 待會的話應該可以把騰騰蛇換成我們的那個 大岩蛇之類的角色喔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應該要先換一下就針對我們旁邊那兩隻克屬的角色 太強了吧 封路 開玩笑是不是 這好難喔 我原本想說 哇塞 那這樣的話上面那個關卡應該會更難欸 我們這邊的話應該 把那個騰騰蛇換別的一下喔 這邊有點小尷尬欸 我原本以為會比較簡單就可以隨便打一打 結果沒有欸 這關好難喔 哇 當初到底是怎麼打贏的啊 當初到底是怎麼打贏的 我都不知道 我們就加一下那個要壞攻擊喔 然後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用暗影拳來打一下左右兩邊 因為我們這次也有狼人啦 所以狼人的話應該是可以打 那這次我們右邊的這個水晶燈他好像也是我們的那個幽靈屬性的 所以沒有問題喔 我覺得剛剛那場根本就是我們自己都沒有帶上一些克屬的 所以就更難打 我覺得打這個就是1X關卡或是打我們合作活動的話應該 說要帶一些能夠打克屬的會比較好一點 203 感覺還是有點低 但是我覺得至少 哇 旁邊那個幽靈燈還算不錯喔 其實我也有練那個幽靈燈啦 還行 然後我們待會的話就是 因為我們這隻角色就是血量越低的時候啊 他可以幫全隊增加的東西越高 哇 欸1277 然後 打中間那隻瘋路就才損了差不多這樣一點點的血欸 但是對面那隻角色感覺傷害也是蠻夠的喔 打我 好 你都全部都打我吧 拜託不要打狼人了 好不好 我啾啾你 不要打我們家狼人 193 感覺 還行啦 我們先用個舍稱衝撞 衝撞看好了 然後待會撞完之後呢 馬上展現我們的羈絆喔 喔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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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這個這個溜溜溜 我們撞了一下還不錯 那我們現在的話就先幫隊友加一下這個展現羈絆喔 幫他們加一下攻擊力 哇 ferry 哇哇哇哇哇那水晶燈我有練欸 我覺得還算不錯啊 可是快死了 我們先幫大家加一下攻擊力喔 快快快 打爆牌 1768感覺還行 然後應該是可以撐到最後喔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就是用暗影模式來打一下 應該會行 衝啊 加油喔 好恐怖喔 這邊的話呢 737 感覺應該是可以 然後對面也要開牌組了 這邊打完就只剩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可以擋一下攻擊 然後帶後面角色這樣子 應該是可以 反正我們已經先把兩隻怕我們幽靈屬性的角色先解決了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喔 這邊的話是小剛的這個 班吉拉 那隻班吉拉我記得好像也是岩石屬性的 所以可以拿來打一下我們這隻喔 可以喔 那我們就趕快趁這個階段趕快 展現一下我們的羈絆 如果我們還沒死的話 幫大家加一下攻擊 哇 應該是沒辦法了 來了 又是封路的 牌組 好像天際是神鳥猛擊 我應該是會直接死啦 如果我沒有死的話 就可以幫大家加一下攻擊了 欸 沒死 哇 哇 哇 可以加一下展現我們的羈絆 加起來加起來 那這樣我們班吉多拉應該會還蠻痛的喔 來來來 展現一下我們羈絆 呦呦 哇 他們都是 帶了這個 小剛的班吉多拉 然後我們一次幫大家加攻擊加4喔 應該蠻沒問題的 趕快打一打 因為他接下來的普攻應該都超痛的 加油 我們打55而已耶 炎崩 884 然後他畫了狼人喔 開個拍組吧 他打誰 打狼人 688的衝擊喔 剛剛他的衝擊好像衝到1700多 超級無敵誇張 然後這邊他是先用那隻角色出來擋一下這個 封路的攻擊啦 還行 炎崩 800級 那沒問題 317 然後我們開一下 拍組 其實我應該把拍組留給大比你好不好 哇 超爛 哈哈哈 因為不是克屬所以就還好 沒關係 我們就讓他打死我們 294 OK 沒問題 我們就換一下我們大比鳥出來喔 這場的話我覺得就還蠻順的 因為我們已經先把左右兩邊那兩隻打死 應該蠻OK的 來了 拍組 鹽包 443 其實還蠻低的 但是 我覺得就慢慢磨吧 也只能慢慢磨了 我的天 哇 大家都有狼人耶 好爽喔 太爽了吧 狼人的 也是岩石屬性的 撞下去 777 真的很爽耶 我都抽不到 但是目前我想要抽的是菊草葉 撞誰 哇 705 這真的有點疼啊 我覺得我們再不做點事情 我們可能就要被 被消爆了 加油啊 這邊感覺不宜去疊東西你知道嗎 因為再疊 就沒有能夠打了 不然他放的是厭煩 直接命中要害 還是死 哇尷尬了 然後接著要拍組了 拍組之前我們一定要打一下 可是我放在空氣力刃呢 771 加油 137 再放 我們還活著 可以 再來 殺爆他 368 368 哇 擋住這個連組我們還有那個 大力二可以用 應該還算可以 哇 500 還有嗎 他應該還有一隻狼人齁 他應該還有一隻狼人 我們大力二我們直接 百萬盾動機吧 試試看 不要輸 我們直接裸上了 打爆他 60 有沒有 他沒死欸 不要 粉碎 贏了欸 這是自殺式攻擊是不是 好不容易獲勝欸 可是這個有點難欸 這不是我在講 這個只是我們EX關卡的最初等級而已喔 所以接下來要打一下我們接下來等級的話 可能會比較麻煩 這個eat hard very hard 應該會比較難一點點 那這關主要是岩石屬性啦 所以接下來應該 就先來針對我自己的寶可夢練一下岩石屬性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一下要怎麼打喔 那你們都是用什麼隊伍來打贏這關呢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哲平喔 我覺得這次一開始打得還不錯啦 因為我們有先用精靈燈先打一下幽靈傷害 先把左右兩隻打死之後再來面對我們這封路 但是... 這封路 那個攻擊有點太疼了 我覺得真的很可怕好不好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點囉 好那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覺得我們這個VX的封路真的有點可怕的話 可以往影片點一個喜歡囉 每天早上十點中午十二點跟晚上 二點八個晚上 七點跟晚上九點多的影片喔 大家可以來看一下啦 下次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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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